1UI 7.0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的就是這個 1UI 7.0的Beta版 那右邊這個是已經更新過後 1UI 7的部分 那左邊這個是1UI 6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整體上的差異 然後會不會有一些更實用功能 那動畫啊 或者圖樣的改變 會不會是更好 或者是有哪些地方 可能稍微有點退步 那影片的最後我會講解一下 我是怎麼樣把這台手機 更新到1UI 7.0的 是需要一點運氣和幫助的 然後也有點複雜和風險 所以我放在影片的最後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把整部影片看完 然後最後我也講一下說我是怎麼做到 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首先第一個最有趣的更新 我覺得就是 他們這次新增的這個Now Bar 就有點類似動態島的東西 那基本上就是它在這個鎖定頁面 這底下有沒有看到 這個底下它多了一個這個 很像動態島的東西 就可以這樣切換 就是可以做一些 它可以顯示像是 正在播放的音樂啊 或者是計時啊 然後或者是錄音等等 它就會有這個圖標在 然後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蠻像是改良過後的 iPhone動態島 我覺得算是蠻有趣的啊 那現在三星是叫這個叫做 是Now Bar 然後其實在解鎖之後呢 左上角這邊其實也會有一個小的圖標 像現在就在計時 你點一下它會再彈開 然後再點一下 就會整個跳到這個應用程式中 其實當你把這個螢幕鎖起來時呢 它這個下面就會有這個 可以讓你去做選擇 我覺得還算是蠻不錯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功能 但是目前它只局限於 就是可能原生的App 就等還要等之後 看能不能像是 iOS那樣就是 可以加入像是Uber E啊 或者Uber這種 轎車軟體 這樣來顯示更多有用的質詢 或者像是球賽等等的 那這東西就是有點類似 或者是動態導啊 靈動下巴 或者是靈動導 本來就是這樣 它是一個三星版本的 即時列 現在叫Now Bar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One UI更新過後呢 它整個圖標的變化 你看左邊這個是舊的 那你看它整個的 像時鐘啊 網際網路啊 相機 我覺得相機是改最多 你看相機或者是Expert Rode 它其實都改了 那整個的色調是完全不一樣 然後計算機也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它整個風格改更加的 立體一點吧 那像是我覺得有個很不錯 就是日曆 像現在日曆是有顯示禮拜幾 它上面有寫週幾 我覺得這個算是蠻不錯的 然後像這次的桌布 其實可以調整的東西也就更多 你長按之後呢 進入設定 它這邊有個叫做 應用程式和Widget的樣式 你點進來之後 你不只可以調整它的 應用程式的大小 你甚至連它的標籤都可以開關 就是把它關掉這樣 它就是會變成像這樣 現在就是沒有名字 我會更加的乾淨一點 那我自己習慣是把這個名稱打開啦 那就看你要不要開 那如果你可以調更大 或更小就看你自己的 需要 看你眼睛老化的程度來做調整 然後一個很不錯的是 他們這次的桌布呢 你直接這樣長按資料夾 你把它放大之後呢 其實裡面的東西是可以直接點的 你看這樣就直接點 它不需要再額外做一層放大 它不需要這樣再點開 它直接點就會點開這個桌布的內容 就算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功能啦 就是一個直接方便的功能 那你在長按 還有可以來鎖小 就變成原本那個樣子 就看你想要怎樣去做使用 然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它整個變動的感覺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通知列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說它這個 更加的圓潤的一點的感覺 吃多了更胖了一點 就是邊角更加圓潤 那寬高度好像沒什麼變化 但是就是這邊變得更圓一點 更肥了一點 感覺就是更 更像藥丸的形狀 然後通知列的話 它這次也有做一個比較大的變動 就是你看它現在是維持的 就是左邊是下滑式通知的部分 然後右邊是直接是控制列 然後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原本像是 舊版的 你直接這樣滑 它是可以往下 但是如果你是 左右這樣的設定的話 它一定是左右 就稍微可惜一點 那如果還是很不習慣的話 其實在這邊面板設定這邊 是可以再選說你要把它合併 合併的話呢 它就是會變成 下滑一次是長這樣 再下滑一次就是控制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這樣啦 但是就是看個人的喜好 我自己還是覺得說 它這個分開的時候呢 沒辦法像舊版一樣 再下滑一次 它就進到這個控制列 我覺得這點是稍微比較可惜的 彈性就少了一點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控制面板的部分吧 其實它就做了更整合一點 但是大致上功能是類似 但是它這次又多了這個 音量調的部分 就直接可以在這邊調整音量 然後這個面板 中間這個面板 原本是這樣左右滑 它這次是改成這樣 可以下滑 然後再點一下這個就回來 不過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你一定要滑這個位置 它稍微打開 如果你是點這些地方 它就開不了 就稍微可惜一點 然後有個還不錯的更新是 它這一次呢 你點這個筆之後呢 它這些位置是可以自己調整 所以你可能 喜歡哪個位置 你可以這樣長按 就去做調整 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實用的這個功能 好然後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充電的部分 然後可以看右上角這裡 它的充電的符號 就是電量的符號 都已經顯示的是不太一樣 這邊是數字在外面 它直接合併在一起 我自己還蠻喜歡這個新的 我覺得整體來講就是更加簡潔 然後節省空間 然後再來就是它這個 NOW BAR的應用 當你打開之後呢 你直接這樣插上這個充電器之後呢 可以看到這下面這裡 你看到它整個充電的動畫 是不太一樣 就變這樣 然後你解鎖之後 右上角這個充電的符號 也是直接旁邊就多了一個電源 我覺得還算是一個 蠻不錯的設計 就是整個感覺是不太一樣 那你們喜歡舊的還是新的 然後這邊也稍微聊一下 就是我最近我的YouTube頻道 開通了YouTube Shopping 然後這顆 菲利普的行動電源 也在裡面之中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我底下這個 Shopping的欄位去看一下 好然後接著我們就來到了 抽屜的部分 它抽屜其實也改的不太一樣 像搜尋的部分就改到下方這裡了 我自己還蠻喜歡在下面 就是你打字的時候 會更加的順暢 然後再來就是 它這個是有一個很 不錯的更新 但它長得有點深 就是你點這三個點錢之後 排序你把它改成 一字母排序 它變上下的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樣 因為你抽屜往上打開之後 你還要這樣左右 我覺得是有點奇怪 然後這個如果你是改成 像是一字母排序 你看它還是 你只要往上滑就關掉 它只要左右 等於是你 上滑之後 是左右去切換你的抽屜 有點怪 因為抽屜應該就是拉開 就可以直接看到裡面有什麼 所以你拉開之後 就可以把抽屜拉更開 或者是再關起來 我覺得就是一個 比較好的操作啦 這樣就是比較順暢一點 我自己還蠻喜歡 就是推薦你把這個 改成字母排序 我覺得還算蠻不錯的一個應用 然後接著就來到多工部分 它這次多工我覺得改得非常的棒 有點像是把Good luck的HomeUp加進來 像你看我左邊這個是有安裝 HomeUp的情況之下 才是這個樣式 如果沒有的話其實 它其實原本樣是長這樣 就是左右這樣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這個 我自己蠻喜歡這個 這個是比較好 就是你比較快速可以看到說 你想要看到的東西 我自己是覺得這樣比較好 而且它這次其實雖然說就是 它是改成這樣 其實跟這個還是不太一樣 你可以仔細看這邊 它這個後面是有點這樣 就是做立體的感覺 這個感覺是比較好 然後整個動畫 因為是原生的 我覺得就再更順一點 那這個也蠻順的啦 但是這個就是 我覺得自己花起來感覺是更順 然後還有就是一個設定是說 你可以把這個下面這個推薦的應用程式 看你要不要開火關 這樣就會非常的像 那左上角好像還多了一個這個 目前正在背景之前 應該是左上角這個膠囊的部分啦 它可以去顯示 那就是一個 我覺得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多工改變 那我自己在感覺是覺得 因為我本來就覺得蠻順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動畫的感覺說 並沒有說差異到非常的大 那可以看一下這個開啟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在更加的流暢一點點 但是不會說差異很大 因為本來就還蠻不錯 好在桌面的部分 還有這個側邊欄的部分 雖然說我有看到 有些留言說 可能這個側邊欄好像不見了 但其實我這個版本更新完之後是還在的 那包含我這個 在上一部影片介紹中的這個尺�的部分 也都還保留著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現在是還有看到 雖然說我自己有看到國外有些論壇是說 這個側邊欄好像之後沒辦法下載 或沒辦法使用 這個就不太確定 看一下之後的狀況是怎樣 但是目前這個1UI這個BETA的版本 是還有的 好然後接著就是這個設定的部分 它設定的搜尋的方式 其實也變得很不一樣 因為三星最猛的地方就是 它的設定真的非常非常深 那這家就多了一些主題的部分 那老樣子這些最近搜尋啊 還是有留 但建議的部分好像就刪掉 那就可以看到你要看Gate是AI 它就有這些所有AI的功能 算是一個蠻漂亮的整合 然後接著變動很大的就是這個相機的部分 你看到它整個開啟的界面都不太一樣 它把上面這一排呢留了幾個常用 然後剩下的全部都藏到這個裡面來 就是我覺得這個設定算是看個人喜好啦 身體來講是更乾淨簡潔 然後它把這個變焦部分移到下面 那這個是原生就是這麼多變焦的選項 那我這個是其實是有用GoodLock去改 所以它其實也是有把一些GoodLock好用的功能 太多人下載它就把它抓下來 那這樣的話它是說可以更方便一手操作啦 就看個人喜好 然後有個功能還蠻不錯 就是這個曝光你可以直接調整之後呢 然後進去這個在哪裡設定 設定的部分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保留設定把它選擇 像你曝光可以選擇說固定 因為有些時候手機的曝光都會稍微再亮一點 你可以把它調成這樣 就是稍微按一點點之後呢 然後保留起來 那你下次打開這個手機的時候 打開這個相機的時候呢 像這樣打開 它這個曝光的設定就有保留起來 這個是還蠻不錯 我覺得還蠻好的一個功能 好然後接著來聊一下這個Galaxy AI部分 其實Galaxy AI部分 大部分都跟之前的是蠻類似的 那這次的話我覺得有個很棒的更新 是在它的方便使用的程度上 那像這次的話你在這個瀏覽器的時候呢 假設你直接圈選這個 圈選這個字 它就會直接多了這個Galaxy AI功能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把這些功能 像是文法修正啊 然後協作風格摘要 它都已經整合在這裡面 然後還有這個像是項目符號啊 智慧撰寫它都有 而且我覺得最棒的是 它這個基本上是圈選過後 它就會顯示 那這個是在三星亂機之中 那假設如果你是使用 Chrome的話 我記得好像就比較沒辦法看一下 Chrome的話它就沒有 但是有個很有趣的是 假設你是使用我剛剛搜選這個Keep 這個就有 我就希望它之後把這個Galaxy AI功能 直接插到每個環節去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棒的更新是 你看下面這個鍵板 這其實是Gboard的鍵盤 並不是三星的鍵盤 但還是可以使用這個Galaxy AI功能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更新啊 因為我自己來講 我還是習慣使用Gboard 那我覺得它不應該把鍵盤綁死 那就是其他的第三方鍵盤 應該要可以使用這個功能 我就覺得這樣是一個不錯的改動 我覺得非常棒 不過就是我剛剛講的 像是你在Chrome如果想要使用這個Galaxy AI功能 你就最好還是使用原本三星的鍵盤或瀏覽器 這樣才會得到最完整的Galaxy AI功能體驗啊 那如果你是使用 像我是使用Gboard加Chrome的話 就沒辦法 其實我的現在常使用瀏覽器 你看我已經改成這個三星的瀏覽器 因為它在做一些像是可能摘要啊 或者什麼是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像你看這邊直接點這個Galaxy AI 就可以直接摘要和翻譯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那如果是使用Chrome 就沒辦法享受到這個部分 其實我常用的瀏覽器 已經從Chrome跳到三星的瀏覽器了 但是我的鍵盤還是使用Gboard 就希望它這個圈選的功能 可以再下放到所有的世界各個角落 就不一定要是在三星的瀏覽器 或者是特定的功能之中 然後再來我還想想講一個 比較蠻不錯的功能 是關於這個鬧鐘的 像這個鬧鐘還有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這些鬧鐘呢 全部圈起來 然後直接分組 像這個叫做起床好了 然後就可以像是這樣 你裡面就會有一大排的鬧鐘 那你可以直接選說你要不要開啟 它就一次開一次關 我覺得這個功能是一個還蠻不錯 然後蠻實用的功能 然後還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這個設定省電的部分 省電模式 點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選擇的選項就更多了 原本的話好像就沒有這麼多了 省電 原本來講你看它就是項目就沒有這麼多 你可以選擇說你要哪一些 然後或者是有沒有超省電 那我其實自己更推薦的還是那個 效能設定檔 我自己常駐開啟的應該都是效能設定檔 效能設定檔 效能設定檔 這個部分我都會開到低號點 那這個就是我覺得會比省電模式再更加好 但它這次省電模式的這個 整體的制定性是更高 然後電量保護的部分其實也做得蠻好 它之前都是直接限制最高是80 但你看它這次是可以讓你選說 你要85 90 95 但是如果是之前來講的話 你只能選擇就是固定在80 那這些現在就多這個選項 我覺得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功能啦 然後至於good luck的部分的話 我目前是有 只有測試那個one hand operation啦 我覺得真的one hand operation用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如果其他部分我還沒有實測 如果你有什麼想知道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可以看一下說它的相容性的狀況是怎樣 one hand operation基本上沒有完全沒有問題 就可以直接使用 還蠻不錯的 啊對然後GAS AI還有一個部分問題講 就是關於那個通話錄音的部分 我有實測這個通話錄音的部分 但是我測試的時候它是並沒有跳出那個錄音的選項 不確定是台灣法規的關係還是怎樣 那我這個就有點可惜 我自己還蠻希望 可以有通話錄音的部分 因為在國外GAS AI是有加一個功能 就是它會把你的媒通電話做成 就像組織稿那樣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做摘要 或是看你講話的內容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部分 但目前台就是 這不是台版啊 但目前我現在更新的這個one UI 還是沒有看到就稍微可惜一點 好然後接著我們就來聊一下說 這個是怎麼樣更新成這個one UI 這其實是需要一點就是運氣和一些資源的 那我必須先講 更新到one UI這個是beta版本 所以它會有一定的風險 也有可能你的銀行App沒辦法用 也有可能你的那些什麼Google錢包 或者是Samsung Wallet會出問題 那這個都是必須要考量進去的 那要怎麼更新呢 其實原本簡單的更新方法就是 你只要拿到一台是國際版 或者是美版歐版的 你只要是它有開放更新的那個區域 你只要參加它的one UI 7.0 Beta Program 就可以更新的 那更新方法就是在這個Samsung Member裡面 邏輯上來講呢 你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顯示說這邊有這個 這邊有這個one UI Beta Program 點進去然後加入就可以下載這個版本 如果你想要參加這個one UI Program的話 第一就是你要拿到一個國際版的手機以外呢 你可能要一開始就把你的Samsung Account 讓了那個地區改到海外去 就是改到測試的區域 那這個地區其實半年只能改一次 這個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然後這兩個都做完之後呢 我第一次還有VPN到那個區域啦 然後進去那個Samsung Member 就會到那個區域的Samsung Member 那如果一切順利 你應該是可以看到那個one UI Program join的那個按鈕 但是因為我運氣有點差 就是它那個Program其實這次關的超快 它好像只開了一天不到 我拿到手機的時候 那Program已經關閉了 我沒辦法加入 所以我後來使用方法是 我直接上了XDA 把那個更新檔案抓下來 然後灌到這隻國際版的手機 這隻手機並不是台版 它是國際版的 所以說就是你要去查一下 XDA上面對應的版本 然後看一下說它沒有人 把那個one UI的β的檔案 已經上傳上去 那對照好之後呢 才有辦法安裝到這個手機 才有辦法做使用 所以其實是有點複雜和繁瑣 我會把那個論壇的教學放在下面 那我不會講的非常的詳細 因為我覺得它是有一定的風險 如果你沒辦法好好看完那篇文章的話 那我覺得建議你可能是不要更新會比較好 因為到時候可能恢復啊 或者是有什麼APP有什麼問題 是會變得非常好嗎 好啦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 就是這個one UI 7.0的影片 滿有趣的 沒想到今年可以這樣搶先實測到 真的是滿好玩的 所以說真的來講是還滿不錯的 那美意外的話這個one UI 7 應該就會搭載在S25系列身上啦 真的很期待這個S25系列的到來 你覺得說哪個功能是你最期待 或是哪個功能你覺得 改動之後是有點可惜 我自己還是滿喜歡這個多工的設計啊 這個真的是很棒 我很喜歡這個動畫 再也不需要去下載GoodLock的Home Hub 我覺得這點非常的好 希望它之後把GoodLock裡面的 所有的功能都放進來 這樣就真的是方便很多 好啦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記得訂閱和關注我的頻道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有點意思的話 你記得幫我熱推一下 這個熱推的效果還是非常顯著 一個人好像一周可以熱推三次吧 你可以每次看到我的影片 都幫我熱推一次 就同一部影片可以推三次 這個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後我最近也開了Youtube Shopping 所以如果你對這顆信用店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底下看看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Ciao ciao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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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